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急速熄灭 周围漆黑一团 朝夕斑翻涌而来又回旋而去的灼溪带起阵阵阴寒 贴着他的身侧 黏着他的衣衫 黑暗中有四彩四叹的声息 阴起阴雅 总让人想起蛇的阴冷 他抓了颗夜明珠来照明 谁知荧光竟不能穿透至黑暗 即便失了照明术 亦只能照出方圆石树杖 却与梦中极为相似 东华随着照明的光球飘然向前 周遭始终是一片黑暗 倒是那光球能照出的范围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小 显见的是越往里灼溪越加浓厚了 他又失数查看 一探之下心中却是一尘 妙一会宁静中卓西所曼者十之七八 由已居中的三四成最为厚重 卓西已至粘稠 如有十至 有两处关键的崩塌之所 一处已被卓西曼过一半 只不知是刚到崩塌处 还是已有卓西外泄所致 一路走来 虽尚未见渺落重生的踪迹 但卓西吸纳的速度属实太快 距离自己上次进化不过六百来年进已满了大半 而妙一会宁静崩塌之后本就没有补坠 如此还能支撑多久道成了变数 有那么一阵 东华怀疑自己当初造进的绝地是否错了 卓西聚拢的速度愉快 渺落重生的速度也就愉快 而卓西越多妙一会宁静崩塌的可能愈大 自己被此中纠葛牵扯的经历愈多 如此以往 这妙一会宁静 竟是要成为自己替自己设的结吗 他心头涌上这么的疑问 但随即又否定 比实行是所迫 却容不得自己从容选择 再说是已至此 追悔无益 此时却有一个决定需要做 本来查探后再做计较的进化恐怕等不得了 趁着渺落尚未出现 应给他来一招府邸抽薪 将那卓西去了五六城 也好让形势缓得一缓 利落人做利落士 东华当即驱至妙一会宁静的中心处 因身处境内 重法是使不得了 万一加重了崩塌更是大事 于是他仍旧结出一团银芒 引了佛林花来进化 东华自知伤势未遇 借人修为总归立有不逮 凤九又多有交代 他一不想食言 倒是算着余力来施的法 初识 尚算顺利 没有秒落缴绕进化 卓西仅是废些修为 又是之前行过数次的法术 佛林花无声飘落 沾上卓西极限神光 再厚重出笑容 泥散 镜中暗沉四溪薄了几分 眼见的去了三四成 他心中有些畅快 毕竟这百年来少有如此松快筋骨的时候 久不动弹的老神仙 找到几分昔日的感觉 只是东华到底少算了自己半星这一环 半星之损本就不亦恢复 加之近日优似颇重 不日前才发了病 正当脆弱的时候 此时虽只化去三四成浊西 背地里使得却是叫康健时数倍的理 一来二去半星便有些受不住 是已 他正欲烧起法力 在消解一二成浊西 心头猛的一阵刺痛 呼吸随之一致 心得他反应迅速 凝了心神隐忍 手中法术才不知被打断而功亏一篑 指着半星今日想跟他作对 跳得一时急一时缓 他只觉心头血也撕随了这 紧紧慢慢的潮水涌起又退去 一口气憋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 极致忍到五分浊西消去已是极限 他不急收拾便昏了过去 耳边有一片水声 哗啦啦 像是有人在划水 那是什么 有个小孩子的声音在问 父君 像是滚滚 不知过了多久 同样的刺痛又将东华从迷蒙中唤醒了过来 他捂着心口急喘了一阵 暗叹如今真是不顶事了 低头见衣服前进处 这样好一片吃惊的印记 也幸亏只有自己一人 不知让人烦忧 想着凤九还在等自己 他坐起身勉励将自己收拾了一番 才起步往回走去 出得妙意会明镜 等候众人早已不耐 见他身影出现 方琦琦松了一口气 墨原先开了口 东华 你怎一去就是两日 可是妙意会明镜中有何异常 东华吻着呼吸沉声应道 却如我等所想 妙意会明镜中浊西亦有十之七八 有两处崩塌的最深 一处已有浊西外泄的迹象 恐怕支撑不了多久 连颂追问 可有见到渺落 东华猝着眉达 并未发现渺落的踪迹 按说浊西累积到这般地步 应有些迹象 这却有些奇怪 叶华道 没有发现也是好事 正可从长记忆 凤九从刚刚东华出现 就一直注视着他 虽则忧心却也知道 到底大事重要 不好前去相扰 只是别人的关注可能在话中 他的关注确实终是人 他见东华碎一贯的云淡风轻 脸上巴疯不动 可额头上却冒了一层秘密的细汗 便是方才走近的几步 也似叫以往迟缓些许 疑心不起孩子罢了 一旦起了疑 他就看什么都可疑 他觉得他尽管目光仍坚定 眼眸中却不似往日有神采 衣服虽则洁净 发烧上沾的污渍倒似血迹 凤九顿时紧张 逼上前抓住东华的手 发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 忍不住打断他们的话头 帝君 你可以有受伤 众人也发现了他的异样 哲言过来一边抓了他的腕子浩脉 一边忍不住结问 你又做了什么 无妨 不过顺手进化了些灼溪 东华的口气似随手摘了片树叶那么简单 众人倒是气节 连送道 不是说先探查再做打算 帝君怎的这般不惜命 一时是一时策 是一则被变 趁着渺络尚未出现 正好釜底抽薪 既不可失 东华纯目解释 却像是专门说给那个正心急火燎一脸心疼 盯着自己的凤九听的 叶华解围道 帝君既探查到妙意会明镜中情状 且进化了部分灼溪 好歹有个转环的余地 不如帝君且休养一阵 我等继续找那承接灼溪之物 再做商量 墨渊接口 要说承接灼溪 我那昆仑须说不得还能用上一二 替代妙意会明镜仪式 我另有些想法 墨渊 此时过后再与你一 东华顿了顿又说 倒是你们也不必都盯在我这里 回去各自恢复修为 今日知识少不得还得以众各位 众人知他说的乃是居修为进化灼溪之事 虽算不得两法到底能有意识之用 有位曾反对 各自回去安排 哲言又稍留半步替东华吸气整了麦太了方子 再为了两位救急的药丸 交代了凤九和众林诸多事宜 不过对于这么不能折腾的病号 依旧没什么好脸色 东华靠在他上一片昏尘 上来不及安慰凤九 他便有些支持不住 连他换他都未答应就昏睡过去 这一觉却睡得并不安稳 他仿佛身处一片茫茫迷雾之中 四顾无人 一时听到哗啦啦的水声在耳边响起 一时又听到滚滚在叫 父君 一时奉酒抱着他唤 帝君醒醒 一时又似有谁在暗处节节的怪笑 身上一阵热一阵寒 着实有些难熬 半梦半醒间恍惚有人进殿来报 启禀帝君帝后 到处都找不到小殿下 他心中一凸 和尚的眼皮却怎么也打不开 只能眼睁睁听着凤九吩咐众人 把一时三天翻了个底调后 连声音都打了颤 东华想要去安慰凤九 可手脚不听实话 全身上下似乎只有一时清醒着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